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台股是有点小小收跌的状况 令人值得注意的就是高端疫苗 它在锁了六根跌停打开之后 今天竟然攻上涨停板了 到底是不是代表着生计股 现在是可以布局的呢 马上来请龙哥来解答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那投票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这一波的防疫概念股 你要像去年三月这样大涨特涨 其实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为什么呢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去年三月是整个全球消费结构的大改变 但是这一波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市场 我们都知道台湾大不了就是2300万人 那2300万人放在全市场 全球市场 其实它的占比是不高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醒 防疫概念股这边只是一个短线地产 你要留意它的一个捷径点 那在暴涨暴跌 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把资产放在这边 那既然从过去我们就再跟大家提醒 生计类股的新药类股特别不要碰 因为新药类股就好像在堵石头一样 这边一剖下去 如果这边是玉石的话 其实你这边会资产搬好几倍 但是万一不幸的话 这边你可能会怎样 这边是无量的跌停 跌停再跌停 那就好像这6547的高端疫苗 那这边先前已经锁了六根的跌停板 那今天开盘时候大跌 然后第二盘之后就直接拉到涨顶板 所以投票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的资产放在这种暴涨暴跌的个股上面 你觉得安全晚上睡得着觉吗 不要说十万 不要说一百万 甚至不要说一千万 只要你放个一万块好了 一万块其实输赢也是钱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提醒 这种新药类股的暴涨暴跌 我们会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强反弹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强的话 因为这边从跌停到涨跌一天二十八 说实在赚起来也是蛮爽快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强反弹的话 中哥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他的商品是有权证的话 你用权证来去强反弹 甚至他有可转债的话 你用可转债来去做强反弹 这样一来的话 你的风险会比较强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权证 你最多的损失就是这样 就是损失权力金而已 但是如果他对的话 真的让你抢到这个涨跌版 你有机会怎样 现股是赚二十八 但是你全正是有机会赚到四到五十八的 那如果你用可转债来强的话 你最多就是损失权力金 你的本金是还在的 只要这家公司没有倒的话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提醒 生机类股新药类股 中哥是怎样 人不碰就尽量不碰 因为他的基本面 我们比较不好掌握 因为解盲 解盲到底会不会成功 通常都只有特定人才会知道 通常都只有内部的大股东才会知道 那至于一财股 一财股我们就是看一些获利 所以生机类股 中哥建议大家 他就像在堵石头一样 你的资产放在这边 其实都不是一件太好事情 我们要是什么 要是资产能稳健的向上成长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贵买指数 因为今天高端疫苗 这边来到一个涨停板 所以很多生机类股也跟着往上拉 所以今天贵买指数 就比加全指数还要来得强势 但是你可以发现 其实他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所以今天资金跑到生机类股 那连带时的加全指数 就是维持在这边 瑕福做一个震荡 那现在瑕福震荡 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观点来去看说 这个盘要开始进入盘整 最主要是从成交量来看 你可以看到 今天成交量来到3400亿 这成交量是大幅度的降了下来 所以我们过去 曾经跟大家聊到过 量说价就会稳 所以大盘这边会在这边 反复的做一个横向整理的震荡 那昨天的低点众哥认为除非有更大的利空 比如说这台地点 台地点也要开始停工了 不然的话 我们认为说这昨天的低点 它短时间内不容易跌破 而且这低点你可以看到 刚好是在这月线季线所在位置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强劲的支撑 但是就是强劲的一个支撑而已 因为他如果要往上攻的话 请记得这边量必须要放大 所以你哪天看到这边呢 它是往上涨了 那成交量开始放大 这边你就可以开始这样 开始去留意一下 这边资金到底留向哪边 那目前处于一个横向整理存在 我们认为说这边部位就不要放得太大 原则上维持在这五层到六层这边就可以了 那留意一下这个区间的后续的一个发展 那后续发展 我们应该去留意哪些个股呢 除了生机股不要碰之外 总认为面板那股 你可能要短线上停看 在5月11号 5月31号财源系统通 我们跟大家一起这面板的短线上产业已经开始出现杂音了 出现杂音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大家稍微停看电影下 所以今天有一个新闻是蛮大事 这面板的报价 它的涨势已经开始放缓了 那开始放缓的话 它这边的前铺的涨幅还能像这样复制吗 中哥这边是打一个问号的 那其实在昨天我们曾经特地跟大家提醒 当一档股票充满矛盾的时候 它产业出现杂音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大家停看电影 有三个方向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要码的时候你等它大跌的时候再来去买进 那你可以发现这有答案就是怎样 在走一个横向整理 所以你可以在接近区间下渊的时候去做一个买进 在接近区间上渊的时候做一个卖出 低买高卖 其实不只这面板 其实钢铁股也蛮符合现在的情形 因为钢铁股也开始出现一个杂音了 有人认为说它的报价可能在第二季 就到一个高峰了 那有人认为说在Q3 所以Q2还是Q3到底以哪一个为准 这边记者线行会给你一个答案 那以有大家看的话 目前线行就是走一个横向整理 当它再次跌破这个月线季线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开始特别小心了 所以你可以等它大跌之后 接近区间下渊再做买进 那另外的是买少一点 那另外的是什么就不要买了 因为一千多档股票总会有适合我们的 当出现杂音的时候 其实你去买进 就是冒着什么 冒着比平常还要大的风险 甚至像你这个生机类股 今天你去买进 那明天会怎么走 其实没有人说得准 那没有人说得准 一天涨停一天跌停 如果你手脚慢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这样套在那边 然后吃到六根碟零板 所以我们会喜欢找网 喜欢找一些产业前景比较透明的 比如说ABF载板 我们跟大家提醒 因为这先进封装或是高速运算 它的这个产能是怎样 一路满载 然后缺货缺到2023年 那尤其是今年2021年 这工需缺口是比较大 那工需缺口最大 那你可以发现 它的股价就是往上 所以这种ABF载板 反而是走一个长多的 走一个长多 那其实相关股 你都可以好好看一下 包括是新兴 或是蓝电 锦素 其实你都可以特别留意 那原则上我们喜欢这种产业趋势 是向上 这种抱起来 晚上你睡觉才会睡得安稳 你的资产放在这边 才能稳定的增长 要么不能看一下 买高端疫苗 这边你资产顺便从1000万 腰斩到500万 即便今天反弹上 其实你还是赔钱的 所以我们喜欢什么 喜欢这种稳定向上 尤其是是一种大资产的 大资产的一个投资朋友 这种慢慢的稳定成长 那时间呢 终究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因为呢 富力的威力大于原子弹 那至于说 还有哪些产业 是像ABF载板 这样产业趋势是向上的呢 就请大家交通 Light跟Telgrid 我们会在群组上面呢 好好来跟大家做分享 以上谢谢 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要找更多 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龙哥的Light跟Telgrid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